什麼過濾設備適合我的魚缸呢? 1. 過濾設備有那麼重要 怎麼每一集都在講 上一集我們已經將養魚的水養好了 而這些水需要過濾設備來維持水質 因為魚缸裡的魚、蝦、蝦、牛、水草等 生態的各種生物都可能製造廢物 會污染你的水質 所以過濾設備的綠材及流量強度 都會影響到這些污染能不能被hold住喔 2. 你的魚缸需要什麼樣的過濾設備呢? 有的人會問過濾設備要選擇哪種好? 上部過濾還是外掛?圓桶還是方桶? NO!沒有方桶! 很多玩家有各自的考量、各自的喜好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知道的是 你的魚缸所需要的流量到底是多少 我們來算算看吧 對沒錯 羊魚也要算數學 LH這個數值L代表公升 H代表小時 也就是這套過濾器一個小時 能夠幫你帶動多少公升的水流量 例如你買了一個300LH流量的外掛過濾器 使用在一個長60公分、寬30公分、高45公分的魚缸 水量大約就是81公升 你就可以得知這組過濾器一個小時 大約可以幫你的魚缸循環3到4次 提醒你一個魚缸的循環過濾次數 一個小時大約2到5次就夠了 不需要太多 因為如果太強的話會像海嘯一樣 魚有久了會虛脫喔 過濾設備的種類真是竹房不及備宅啊 那其實用途大同小異 只是有的適用小缸 有的好清潔 有的比較穩定 務必依照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唷 為了讓大家能夠過目不忘 今天我們選了幾種最常見的 唱給舞踢 為這個浴缸 如果你有太多的污染 不理它 就等著讓女兒感染 我勸你 裝個過濾去保平安 聽我常常認識一下 上步過濾情節方便適合培養好陽菌 彈兒要花龍一閃 而且等拒絕的有點緊 外掛火爐 小缸是陸中的第一 小小一個 食用價格又便宜 清洗也很容易 但打的浴缸就不要考慮 外資源通 情節萬家必備的東西 不在浴缸空間率才多養性 建議快捷順便 否則麻煩的是清洗 開機的排泄物 是最大的污染 隨著過濾設備慢慢想想 微微笑 雨下水潮的夢我知道 不要不讓小花菌帶著它逃跑 水中的綠茶擁有的一套 換個水會吃最初的美好 你現在在用的過濾器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選擇這種過濾設備 在下方留言 讓大家掌掌知識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AC潮影水族YouTube頻道 也幫我們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掰